HELLO 大家好,这也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 今天我们要去佛商,去一个五星级西尔顿酒店的一个日料自助 去这家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小伙伴推荐过 第二个,很久没有去佛商了 第三个,我在网上看一下他们家的环境 其实挺漂亮的 那他们家的味道究竟怎么样 今天我们去试一下 为了房子被特殊照顾 我们等所有菜基本上完了 我们才开始拍 首先他们家的环境的话 就进门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不太像五星级的酒店 有点像一个大商场 但是好就好在 它是一个主题的一个店 就内部装修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会有人问啊 为什么我说等所有菜上网之后才开始拍 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什么 现场的黄金的一些镜头之类的 那第一种呢 就店里没什么人的情况下 我镜头偷偷扫一圈 那第二种呢 就等所有东西吃完之后 我去跟店员沟通一下 然后在他同意之下 我简单拍一拍 所以呢 在鸡仔这条路上 我们会越走越远的 鹅肝 他们家所有东西 其实分量来说的话 都是挺少的 但唯独这个鹅肝 在我看来就是又厚又大份 再一个好吃 好吃的点在于说 它下面搭配的这个面包底啊 就真的 你把底也做好了 就真的是加分的一个东西 蚂蚁 烫烤生蚝 生蚝这个新鲜度可以 但就是有点太小颗了 牛舌 一般般 牛小排 就一般自助餐里面的牛羊肉啊 就特别是200多块钱这个价格 就你只要确认说 你吃到的牛肉 吃起来的话是嫩的 不是那种很难嚼的那种 就可以了 就说白一点 人家也有成本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 吃到这个水准 其实是可以达标的 牛肉粒 不过但是 你像那种合成肉 那就肯定是不行的 羊排 它给的上面这个的话 是一些黑椒汁 花螺 一份只有六颗 就复瞒大家说 他们家的味道 其实还蛮符合我的胃口的 三文鱼 背脊背 三红鱼 雕鱼 金枪鱼 比目鱼 这个叫冰山棒 还是叫什么 这个叫白金枪鱼 其实常规来说的话 白金枪鱼应该是那种 长期金枪鱼 但现在的话 很多店会用一些油肝鱼之类的 去做代替 那像这家店的话 我刚才问了一下他们 人家也很坦白 就说就是油肝鱼 你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就 就它里面的那个味 我想一下叫什么味 就反正吃起来的话 口感上不是很好 甜虾 当客人把虾的壳给先剥好 我觉得这一招还是挺好的 这个虾讲道理 我觉得是还不错 因为你吃刺生的虾 吃到最后 你就想吃那个糯的感觉 这个就打标了 刺生这几个的话 还不错 就是这个甜虾 三文鱼 北极背 张红鱼 就这几个 其他几个就比较一般般 就我们说实在的 拿出相机跟没拿出相机 服务的感受上 还是有点区别 但是吧 人家在第一轮突袭的情况下 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就没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的视频 一般来说的话 第一轮的参考性 要比后面的要好一些 而且基本上 第一轮的话 我一般都是会点最多的 反正这是我能想到的 去做突袭也好 去做最真实的汤店 能够呈现出来的 就大家如果还有什么 更鸡贼一些的办法 其实也可以留言 就我看了之后 觉得有操作性的 我就会采纳 第二轮 天妇罗虾 外面过的这是面皮 稍微差了一点 但虾的肉质还可以 那你陪我吧 还有菜 这一个应该是什么 香煎黄花鱼 它的这个黄花鱼 里面过咸 里面过淡 西金烧比目鱼 荣丽鱼 这一个也是鱼 鱿鱼 它这个鱿鱼是那种 铁棒烧 丝草的那种做法 秋刀鱼 就你说你什么时候 才发妆级哦 猪颈肉 这个猪颈肉 它可以的这个甜辣酱 给的很聪明 真的猪颈肉 就是得张重酱才好吃 果木牛肉 其实有点像那个 铁棒烧草肥牛 这一份可能是我目前为止 觉得会差平的一份 味噌牛舌 这牛舌没什么弹性 就还不如一条猪的舌头 十分花螺的量 这一个是铁棒虾 这一个是辣的铁棒虾 这一个是盐烤虾 就他们家的话 每一份的分量其实挺小的 这里一共大概是15分还是16分 就我也仅仅是一个拍视频的 我不想去影响到大家 而且像我这种真实拍电的 我觉得能有多低调 就尽量的低调 因为我想我的视频 就是被别人看了之后 觉得是有作用的 那我觉得才是有价值的 就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然后去了某家 发现货不对版 那说实话的 我多少也是会有点 有点伤心吧 就我想的是 我能尽可能的去还原 就是你们来了之后 的那种状态 那种感受 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 我希望的是 等到我吃完东西 他才发现我是个拍视频的 那样是最好的 我也希望每个老板都赚钱 但是不要赚黑心钱就可以 他们用的这个虾 基本都是白虾 我能知道几点 9点就最往下单时间 那我最后一次下单吧 你们的雪糕是什么牌子的 雀草 你们那个清酒是什么牌子的 用蓝喝 今天这个尺寸就只能一口一球了 有一说一 他们家的环境的话 我觉得是高于普通的店 但是要稍微低于5星集油店的环境 但是店的装修很有特色 食物的话 我觉得就一般般吧 东西的新鲜度和口味各方面 就没有太大的雷电 价格的话 他们家有一个420多的 也有一个250多的 我们今天吃的这一个的话 是250多 因为我问了他们 就比较多人是选择250多这个价格 而且400多那个价格 我看了一圈 就在我看来的话 家的那些东西 不止那个价 他这一家 如果是在广州 在深圳 我觉得他的价格 甚至是可以到推荐的那种程度 因为你像在广州深圳 你要推荐一家 赤身稍微正常一点的 200多块钱这个价格 很难推荐 但是你在佛商 这个价格的话 只能说合适 哪天能到200至220这个价格的话 那就很推荐了 好了 88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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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